一个月工资120块钱 四川一位70岁的老人就拿着这100多块的工资扫了7年的马路 7年的环卫工干下来到手只有一万多 更离谱的是老人女儿张女士最近向记者反映说 老人的工资有很多疑点 怀疑社区违规操作导致老人这7年应该还有8万多的工资差额 没有发到老人手上被挪作他用了 女儿说其实在11年到18年老人干这份工作的时候 因为工资实在太低 他又一直觉得是有蹊跷 但也没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直到18年父亲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的车祸 不得不住院终止了工作 这个时候让人迷惑的事情出现了 社区有工作人员先是突然给了张女士一张银行卡 说这是他弟弟也就是老人儿子的一张废卡 让张女士自行处理掉 但过了段时间社区又有人说卡里现在有6000块钱 而里面有4000是社区的 让张女士取出来还给社区 整个过程是整蒙了张女士 不知道社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查了之后才发现 首先这张银行卡的主人老人的儿子 一直在外地 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张银行卡的存在 还一直被保管在社区 然后这张卡过去几年每个月都会固定打进一笔钱 调查之后才发现 原来老人的儿子在自己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 被签了一份公益性岗位的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每月工资不低于1250块钱 而打进这张银行卡里的钱就是这份工资 在张女士看来 这张银行卡很可能就是 名义上用弟弟的身份办理 但实际上是应该给真正在做 还为工人的父亲发工资用的 可社区是从银行卡里拿出了一部分发给父亲 这按1250每月算下来 应该是还差了父亲8万多的工资 而当地社区人员给出的说法是 老人领到的工资 确实是从老人儿子银行卡到站的钱里面积取的 但这张卡并不是专门用于给老人发工资的 卡里的钱还用在了给其他人发工资等等地方 至于老人的工资 那是双方之前都口头约定好的 最初一年口头约定就是700块钱一年 以后每年会适当提高 这是老人同意了的 现金发放老人每年也都签了字 不存在还有8万多差额的说法 而社区确实利用了老人儿子的身份信息 虚增了另外一个公益性岗位 从而套用补贴资金 再将套来的钱用在了其他公益性岗位的工资发放上 对于这种套工用工的不法行为 社区相关人员已经被处分 我想说即使真的按调查结果 没有转走老人的工资 当初口头约定只给老人一年700块钱 一个月50多 一天不到2块钱 这符合国家对该类岗位的最低薪资标准吗 而且我查了下 11年当地城市地保月均178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也有80块 却给环卫工人这么低的工资 不是欺负人吗